记者吴博伟台中报道,海拔2000公尺的台中武林农场每年游客超过50万人次,加上周边超过海拔3000公尺的武林四绣环绕,吸引不少山友造访,高山通讯成为重要基本配备。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今天与武林农场五大电信业者共同宣布启动高山防灾通讯平台,除了透过完善基地台建制确保周边通讯更设置一座自主发电设备,若未来因天灾等原因造成台电断电,发电系统可以支持基地台5到7天的用电,让旅客山友不应断电而断讯。 为了确保偏向高灾害前是地区域避难场所,在发生重大灾害时可以维持通讯畅通不中断,NCC与地方政府五大电信业者合作,陆续在全台建制超过130座的放灾行动通讯平台,NCC中区间里处处长黄从其说明武林农场每年游客超过50万人次,加上周边品田山,石油山, 陶山与卡拉叶山等四座高山,吸引不少山友造访。 通讯设备建制格外重要过去仅中华电信设置基地台,不过今年开始其他4家电信业者也陆续设置基地台,让武林农场的通讯趋于完善。 根据NCC统计,103年至106年期间造成电信业者基地台无法通讯的主要原因为电力中断比例高达67%,电力中断造成通讯中断导致灾害发生。 10民众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呼救延误救灾以至于发生旱事。 因此,除了建制基地台NCC也与武林农场共同打造一台自主发电机,负责支援基地台电力确保在遭遇天灾或电力中断后,基地台仍能正常运作。 荒从其说明电力系统斥资约450万,可以在台电断电后即刻启动,约可维持基地台与武林农场基础设施5到7天的稳定供电,讯号不至于中断,等待电力修复。 台湾近年登山活动蓬勃发展,不少外国山游也慕名前来,除了武林农场,不少高山通讯设施也持续建制。 据了解,明年月山的台云山庄也将建设基地台并利用太阳能发电,让山友不惠音,为通讯中断而与外界失联。